我说这个毛发,头发,这个,头发,甚至滑,自然是黑,亮,比较好,这个稍微带点油,也不要老洗头啊,现在人洗的太平了,就是你痒的话,或者有头屑的话,把我有规律提前一点,洗就可以了,有的是头发好的三五天, 有头油,那是自我保护,那是一种一种油光满面,我们说容光泛滑油,油光满面,头油,天然的,那比植物油啊,动物油,那好多了,那人呢,最起码三个活,是吧,呃,这个男性呢,头发,就是稍微带柔一点, 就行,他卷了,现在很多人特别卷,那样人,也,也,也有他的特点啊,也不能说不好,可能他,他这个想法比较多,比较,比较容易乱,但是他卷的好的,天然的大酒,是吧,艺术家,我现在我这个刘长了,也很好啊,这个也是遗传, 因为我父亲啊,他也是那样,如果是这个太刚,啊,男性这个头发,很多很多人那个板寸的,动作老是那种东西,太刚,他性格气血,啊,我刚,还有的时候,就是,不爱转弯,不善于转弯,不懂得低头,这样,到时间长了,对身体啊,对运气啊,将来也不会,也都会有影响, 也会有影响,这个这个程度,层次,啊,女人呢,当然,稍微刚一点,就一样一柔了,啊,你也不能要太刚,那那就男性化,啊,你看,今天说厉害的人,你看这头发知道是男人,是女,啊,根据这一根毛发,那算出来很多东西,就像孙悟空的那三根毛,啊,这个,头发呢, 额头又露出来,尤其是男性 我们看领导人,书头都露出来 因为这代表天嘛,天要尝 料 就等等,这个发际线 不细讲那么多 自己有兴趣也可以去查一查 然后,连带着呢 就是我们说说眉毛,因为那个一节课讲过了 就是眉毛 眉毛淡的话,它代表这个感情薄一点 眉毛浓,它就是有一点这个 应好之气 比较在意这个感情 太浓,其实不好 太浓,就是反而是 有那种叫什么鬼刀眉啊 叫什么什么 反而是犯罪分子 这个眉毛不能杂乱 不能逆声 你看我这个前头 这有点感情方面 这就是杂乱 这就是处理不好 这个这个地方呢 要宽一点 代表有福气 能享受预产 祖辈的 这个这个 就是福德能 你能够享受到 不然你得自己努力 然后 这个大概是代表 大概是代表 三十 三十岁以后 不到三十五 可能三十三四 三五就只要走这个演运了 我们百岁六年图自己去看一看 不管是眉毛是头发 都是对身体面部一个头部一个保护 这个叫保受温 所以说温不能轻易刮 刮了也很难看 电视看 你看尤其日本人 那搞的是什么东西 头发的光头轻易也不要 这个这个 反正适当的留一点 天太热了 那么这个我们就不讲 下一节讲眉毛了